雅加达北区德鲁共地区是大量华人居住的社区 有一个传统手工香饼店家这家手工饼 从1992年开业到现在 保留着来自巴雁亚比的传统香饼口味 制作过程把控严格除了香饼还有各种传统手工饼 双方则是自1992年已开业的食品品牌之一 这家老字号传统饼干店销售各种传统手工饼 其中的香饼和贡糖已销售至印尼多个市区 据悉为了烘烤出又香又脆的香饼和贡糖 需要经过严格把关的制作过程 这把咖喀器切掉到骨底上面 但要用即裟出来做装价格衣服上 讓它炒熟面然後在沾入 拿成份量的 再注入這個盒、這麵 Adventures 那麵包裝在都生蛋糕 然後? 那麵包裝進一天 然後? 再來? 呀,在配合約3時間 效果表現時 效果佔250塊 就只有2500塊 至于售价实在是相当实惠 每盒手工饼 其售价从27000到35000吨 按市区而定价 因为我愿意做的顶色 在前面有很多人做好做 做生意的故事 也有做生意 做生意的故事 也有做生意的故事 当我们开始工作 我们发生很大 我开始用这个故事 我用这个故事 在做生意的故事 我们将会继续进行锁 林国进透露 投入这行业初期 他也碰到不少阻碍 不过凭着屹立不摇的精神 他坚决做 用心做 才有今天的成果 除了雇佣工人 他也亲自投入制作 亲自监督 并确保每一块饼 能够达到既香又酥脆 自己想要的标准 创业不容易 任何行业都有他的困难在 邻国建也很鼓务大家 尤其是年轻一代 做任何事要有坚决之心 因为这是最为基本的条件 相信只要有心做 等待在前面将是一条康壮大道